弹指变排 这是一个无论魔术爱好者 还是路人多少都看到过的一个变排手法 他在电影《今天魔道团》中 和刘倩那个高速摄像机名场面里都出现过 他的原理呢就是捏住两张牌 用中指把前面的牌迅速往回搓 实现变排效果 你要看这台机器混了我们整个行业吗 这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变排手法 由指牌魔术师Edward Marlon发明 他的原版名字叫做Snap Change 这可以说是一个难度异心 效果五星的变排手法 那今天这个视频除了弹指变排的详细教训 还会教各位关于弹指编排不同的应用 真的不是水视频 给视频点个免费的赞 开启付费教学内容 在影片开始之前不要忘记了订阅本频道 另外本频道已开通会员机制 点击视频简介的链接 学习更多天天私藏精品高端魔术手法流程 首先做一个有手就行的双翻 也就是把两张牌当成一张牌反过来 关于双翻的详细教学 在我之前的这个视频里面有 如果你不为双翻也没有关系 直接把两张牌放在一起当成一张牌 也是能完成这个编排手法的 翻过来两张牌后 然后用左手的食指放在两张牌的上面短边 拇指放在左边长边 中指放在右边长边 然后用右手的中指和拇指 放在这两张牌的右下角的位置 拇指捏住同样的位置 两张牌的短边的位置 大概是在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的位置 然后中指和拇指自然的捏住 接下来中指往后用力 那这个时候两张牌会分开 这个时候食指是靠在后面这张牌 就是这张梅花石的右边这个短边的位置的 同时拇指把这张梅花石往前按 因为中指是在把方片五往后按 所以这个时候把方片五往后搓的力 肯定会影响到梅花石 所以我们拇指要把梅花石往前按 这样才会让梅花石不受方片五的影响 保持位置不动 那直到两张牌完全分开后 中指继续把这张方片五往回勾 直到方片五的左上角 完全在梅花石的下面长边的后面 那这个时候两张牌是一个垂直的位置关系 可以看到在完成这个手法之后 这张方片五是由中指和拇指捏住的 然后前面的梅花石是由拇指和食指捏住的 如果是正常速度的话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还有一质的 我们来看看 没有人的 这边是 这边就是 这边有香蕊币 这边就是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东西都有剩度的 这个东西都有一种 那在做完之后呢 可以在前面这张梅花石的遮盖下 右手把这张方片舞放到左手排敌的上面 同时展示梅花石 完成链排手法 如果是观众视角正常速度的话 看起来就是这样 那在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发脑洞 利用这个原理来实现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把硬币放在一张牌的后面 然后用同样的姿势捏住硬币和牌 同样的用中指把前面的牌搓出去 就实现了牌变硬币的效果 那同样的原理还可以实现牌变筹码牌变 拿出红心123 然后把红心3放到第三张的位置 红心122放到上面两张 然后把这三张牌当成一张牌拿起来 右手捏住这三张牌的右下角 然后左手把最靠近身体的这张牌 也就是这张2和前面两张牌分开的同时 右手做snap change 如果是正常速度 就实现了三瞬间变成1和2的效果 那喜欢弹齿变排 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